那今天有个这个新闻也还蛮吸睛的 所以共军有个非常神秘的武器 在19年的时候 美军自己写了一个中国军力报告 就有谈到 大陆正在研发两款隐形轰炸机 类似这个B2结构的轰-20 另外还有兼具战斗机轰炸机二合一 很特别 兼轰 不是兼什么轰什么 是兼轰什么什么 预估2025年会开始有 这个初始的作战能力 那另外呢 这个沈阳飞机集团在一个杂志报导 就是曾经报导过了 它很神秘 流线造型 双发动机 几乎里面有四枚 这个飞弹 大概各种这个 2500公克 公斤 然后呢我们看可以半径 作战半径大概最高 最高可以到2000公里 它可以取代轰-6 三位一体 跟核潜艇陆基洲际导弹结合 三位一体 看起来很神秘又很厉害有没有 这个当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曝光 它都在传说当中 不过已经有艺术家迫不及待地 画出了它的样子 看起来非常有未来感 兼轰什么什么 这是一个示意图 美国这个军事网呢 我们看到这个 也有一些报道 也有一些讨论 所以这个可以挂弹嘛 挂这个有没有 PL-15E 空对空导弹 弥补空战能力的不足 随着北京加强对中国沿岸以东 第一岛链的控制 那这个呢 在中国未来的太平洋战略当中发挥非常明确的作用 你怎么看 那个艺术家描绘的兼轰 其实DoubleX 就是XX 它其实是一个代号 你从它那个描绘的示意图上面看 它这个机身上方有 这个我们看到了 很明显的它的进气孔 然后它的后方有这个逆中 隐形的这个分射机发动嘴 然后机翼有一个分开的这个设定器 所以它这个兼轰 DoubleX的代号 的新式的战轰机 其实应该讲 它是结合F11拐跟那个歼22 还有歼20跟F22 三种的这样一个和额微生 你看它的这个机身的特性看起来很像 外形像歼20 又像F22 又像F11拐 那又强调逆中 就是特性 它的一个这个隐形战轰机 那原来的讲了 这个轰20一直在欧美国家是一个谜 包括它的作战的这个航程跟半径 比如说它的航程有人说是6400公里到这个8000公里 航程 那有人说它的作战半径超过4000公里 那就跟现在在讲的这个兼轰XX一样 那也是半径是1600到2000 不管1600到2000 还是2000到4000 4000到8000 这个都是针对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的距离 它其实就是针对美国而来 因为你看它上面这个沈阳飞机集团 然后杂志曾经报导的 它有提到要取代轰6 因为美国其实它有一个核三位议题 核三位议题就是它的B52 B1B或枪击兵 B2 然后这是一个轰炸机的一个可以投核弹的一个空中堡壘 还有义勇兵三型的洲际飞弹 这是一个陆射型的 那另外就是核潜艇 核潜艇有垂直发射在海面下水底下 发射那个潜射弹道飞弹 也是可以吸带核弹头 123陆地空中水面下核三位议题 所以老共看到美军这样的一个建军备战发展 我学你 我的核弹头还要追上你 所以他就想要把这个轰20跟这个兼轰XX 未来他就取代轰6 跟他以后的核潜艇 还有他的现在陆基型的这个所有的战略飞弹 包括洲际弹道飞弹 还有他的什么 这个潜射型的巨浪二型的弹道 这个弹道飞弹也是在核潜艇里面 就要跟美国形成分庭抗离 所以我看到他这些的武器的研发 你说共军超神秘的 对他所有武器都是这样 2025也很快 至少比刚刚讲的 我们拿到武器的2027还快 那所以他最近几年 他的军备生产的速度是快马加鞭 军舰下水角 战机呢 如生产那种水果一样 这样子一连串就出来 所以他已经其实 在中国大陆的眼界 他早就其实不是把台湾放在眼里 他要想到的是 他拿台湾的这个过程当中 美国跟日本的主力 还有这所谓的一直想要来印太地区插一脚的这个北约 NATO 他要怎么去防止他们干预 然后在多少时间内的过程当中 能够让美国跟日本韩国澳纽 跟这个北约 你的还没出现 或者是你的十元还没到的时候 战事结束 这才是让大家担心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邱国正说 处处是战场 这个下一句对联 如果是对联的话 全民上战场 全民上战场 然后横批呢 蔡英文我先逃 是不是这样 你看切大使笑得多开心 就先我先逃就好 就我先逃这样 先闪 我先闪 对不对 不就这样吗 那些有万军计划 还有美国有200到300个 党政要员的撤侨计划 是包含绿朝 这些当朝权贵的人 他们可以先走 你看美国怎么样去 他们的小孩子不是在日本 就先撤官员 他们小孩子不在日本 就在美国 他们知道那个口罩 那个时候的口号 我先走你OK 我先闪你OK 这是亮哥的这个 亮世幽默 对啊 我先闪你OK 就这样子啊 然后我们就在台湾 你看我们两千多万人 谁能跑 你跳海吗 像那个 陈隆平讲的 太平洋没加盖 你可以跳海啊 你怎么办呢 所以 以前我去过那个后山基地 就是花莲的驾山基地 跟那个池子山 建安基地 那里面是很 挖深的 很动靴 的确很大 以前那个叫做后山之拳 后山的拳头 为什么中央三脉 叫做护国神山 我们可以挡住 那个解放军的第一波攻击 以前我每次去采访那个军方的那个汉光演习兵推 我们接着五月要上演 七月要实弹演习 然后每次我问军方第一句话 问国防部的官员 我说第一天的状况怎么 他说饱和攻击 我说饱和攻击 然后呢 多少飞弹 他说没办法计算 然后第二个我再问 接着呢 宜为平地 所以他也没讲哪一个层次 但是 假想的目标 目标都是在台北 所以听到第一波开战所有的飞弹打下来 台北新北大台北双北 是会移为平地的 所以邱国正这些状况 他讲的这些不是空穴来风 是他们根据多年的兵推 还有敌情的研判 他讲飞弹的饱和攻击 我们要怎么样去抵挡 我们虽然台湾飞弹防空密度 是全世界数一数的 仅次于以色列 但当飞弹的这样一个工榜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波和那个机场 几乎七岸的基地 从北到南全部都瘫痪 还有包括交通重要节点 政军设施 还有机场等等 那剩下的台东花莲 所谓的加山基地跟建安基地 也没有办法 整个第一集就全部结束了 对 所以航空母舰 因为刚刚不是有讲 山东号 迥宁号 都会到西太平洋 到台湾东部 所以后来我看过他们的计划 他们想要把海空的兵力 剩下的战斗机跟军舰 移到离我们最近的日本 夏地岛 石原岛 宫谷岛 冲绳 就是琉球群岛 一到了那边驻日美军 但你以为老共笨蛋 他就想说那你看不看 看你敢不敢打日本 打日本的石原岛 夏地岛 宫谷岛 还有宇纳国岛 还有这个冲绳 琉球群岛 你敢不敢打 冲绳有普天间 美军在远东最大的军事基地 空军基地 开战了之后 如果美国日本的军舰都来了 那他会分这些基地有差吗 所以其实处处处战场 日本也会很紧张 会波及到他们 这就是美国日本真正单线的地方 所以美国不是之前还放出说 一旦开战就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或怎么样 所以美国自己也要想清楚 他希望在他可控制的范围内 这样的一个状况冲突不要扩大 其实美国很清楚知道 是什么样的情形 而民进党 你在看美国的这个养人鼻息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你能不能去避战 而不是今天除了在讲说 次数是战场之外 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家平面媒体的新闻是 民房疫警 要招募18到40岁的年轻人